原来末世短片也能做得如此为美 不久的将来 世界已经毁灭 只剩少数人类聚集点仍在延续 城市里拥挤不堪 还经常有巨型怪兽袭扰 平民窟里无所事事的人 每天都是自娱自乐 也有喜欢安静的就是钓钓鱼 或者到降落平台喂喂鸽子 城市的高处建有一座温室 里面种满各种蔬菜 艾拉每天将这些蔬菜 做成沙拉卖点小钱 因为没钱 她只能用茶缸成沙拉 无聊时她会拿出 失联男友的照片 羡慕他们随意飞向不受阶层限制 拿出糖果喂喂栏杆上的虫子 不远处的空港上 一群走私者正偷运货物 做这行利润未必可观 但风险足以丧命 果然一台武装直升机 缓缓升空锁定了走私者 艾拉故意扔下一个茶缸 吸引直升机的主意 走私者这才趁机消失在云层里 艾拉想给外出打工的男友打个电话 可这次电话依然打不通 生活还得继续 在市场的拐角处 艾拉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铺 伤心过后还得用笑容招揽客人 收入也算勉强维持生活 市场里一台小机器人来回穿梭 每个店铺前都有她的生意 小机器人是这里老大的找牙 整个市场都归这个老大馆里 下午六点打烊的时间到了 艾拉正要收摊回家 小机器人却找上门来 让艾拉跟她去见老大 这里是地下控制中心 很少有人来到这里 里面完全是机器人在维持运作 进门后的正前方有一颗刚中之脑 她就是这里的老大 不过她只有眼珠能动 所以在她面前横着一块字母板 目光看字母就等于打字 系统会识别然后智能发音 老大仍给艾拉一个茶缸问是不是她的 艾拉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 老大让她看向远处 那个人正是之前走私货物的人 通过监控老大得知她走私货物时 差点被击杀 正是艾拉的茶缸救了她一命 为了答谢艾拉 老大愿意帮她实现一个愿望 没想到艾拉却不假思索地说 只想打个电话 老大听后哈哈大笑 让小机器人去操办 可小机器人一通忙活之后 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电话依然打不通 不过小机器人也表示 他们老大可不是徒有其量 没有她办不到的事 正说着一发火箭升空 那正是老大的秘密武器 小机器人带艾拉去打电话 艾拉不明白老大为啥这么够义 小机器人告诉艾拉 她就吓得走私者可能是老大的曾孙女 但是老大一直没有公开 艾拉拨通电话 没想到还是可是电话 屏幕上显示的是火箭的视角 原来小机器人联系不上男友 于是老大授权她发射火箭 直接落在男友旁边 这样就能和她取得联系 屏幕里男友一脸错误 艾拉费老半天竟才跟她解释清楚 男友这才说明失联的原因 原来她在58同城找了个工作 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大工程 等拿到钱 他们全家就能移居到富人区 还能圆了艾拉的大学梦 艾拉非常惊喜 男友继续说她今晚就坐飞机回家 老板答应只要她坐飞机回家 就给她三倍的工资 估计是老大暗中使了什么手段 虽然没有坐过飞机 但她听说飞机很安全 只有五分之一的失事概率 挂断电话艾拉高兴地准备晚上接机 吃过晚饭后 艾拉去乘坐列车赶往机场 途中她还不忘拿出大学的宣传册 憧憬一下大学生活 列车穿过喧闹的城市 虽然拥挤但毕竟给了人们一个容身之所 尽管经常有像巨型螃蟹这样的怪兽袭击 但这里依然比外面要安全的多 艾拉政府想连天列车已到达中转站 几个奇形怪状的乘客路过车窗 其中一人的眼神让艾拉极度不适 没过一会儿艾拉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眼前甚至出现幻觉 她来到走廊却发现车厢朝着两端无限隐身 根本看不到镜头 镜头一转艾拉昏倒在站台上 周围的环境不断变化 直至看到Fuck界面 原来艾拉一直活在虚拟世界